我是王伟忠 您先收听是 我说到哪里了 来宾坐在我身边 我们今天要man's talk一下 我们的潘若迪阿迪 伟忠哥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老师 潘老师 这个月就满60岁了 我们开始唱生日快乐歌 预备 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乐 收 好可以了 就这样 潘若迪 今天好开心 我们认识多久了 几十年 二十年了有没有 二十年不知咯 怎么还二十年 你在亚历山大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我最早就是签给伟忠哥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是毛头小孩一个 也不算你差我五岁而已 不过你看起来真的很年轻 好可怕 没什么好可怕 每天就运动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就只有两个人运动 没别人 60岁可以man's talk 就像小康来 小康55岁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man's talk 对可以讲男人的话 他现在慢 讲话慢了 他以前讲话很快吗 以前话快 现在慢很多 还好 讲讲会 会睡着 会睡着 他头撞到之后 就开始 不会啊 他现在很稳重啊 稳重啊 我觉得他蛮好 其实我们到那个年纪 基本上都会这样的了 你没有啊 你一直很浮跳 不是我不浮跳 那是因为我的族群他们喜欢嘛 不我看到阿滴你这样一路变化下来 谢谢 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朵花一样啊 好喜欢自己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规定说你那什么街神老师啊 不要看镜子 因为都在每个你看镜的话每个都在看自己的 对对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在镜子里面很容易会找到自己的那个自信跟骄傲 那如果是这样 你镜子里面只有你自己的话 那你就不OK了 其实你眼里是应该有那些学生的 可是你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一朵花啊 不是因为 你刚开始有养天王的时候 靠 觉得自己好像一朵花啊 每个人都能 那时候多少 那时候我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就是多少这种所谓的贵妇啊 名媛啊 都来了 漂亮女孩子啊 都要来看看潘若迪 对对对 那你一说穿的衣服就穿那个 那个时候短的就六块腹肌 对 好像打针的一样 好可怕 因为你刚刚说我叫我就得穿那么短 不要穿太长 就是你说你要赚钱 我跟你讲你小妈不要穿太长 没有没有 就短一点 我那时候就开始被人家讲了一辈子 不我觉得你蛮好 你到60岁还是亚洲有养天王 哎呦 美中哥 我跟你讲存在是因为你要去创造那个价值 你不要跟我讲 你不要跟我讲那个在跟学生讲那些话 确实是这样 如果今天我淘汰了 就是我失去那个价值 我觉得你很好 所以我一直要 我一直没有怀疑你 巴迪一直把自己在处于战斗状态 要把自己先照顾好才可以照顾学生 60岁 我靠你 谁叫你用力干嘛 我没有用 我一直都是这样 放松放松 还可以啊 我女儿跟 声音都不一样 我听我们是做广播的 所以有声音 我靠 观众观众看我拍哪里 不一样 不一样的 差多了 一样 不是我跟妳讲 听众朋友没有看到伟龙哥 没有看到伟龙哥那个真的那个体态 基本上到这个年纪可以这种体态 那是90分了 我是不愿意像你这样子 练得跟那个解剖青蛙一样 我也没有搞了那么解剖青蛙干什么 你有了 我只是把我的线条维持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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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氛围之内 你很好这样变老妖怪了 你太你太费了 你不觉得男人到60岁太费了 就像老妖怪了 我比较自律 所以我才会要求自己 你觉得我们比较自费啊 不是也不能说自费嘛 我就是因为要求自己比较多 头发弄得眼睛 看肤色颜色 哎呦 老妖怪 没有什么老妖怪 你像送孩子去那个去学校 送孩子去啊 拉拉对不对 早拉拉 早上送他去 然后下午回来就会去公园 到公园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就下午都会去健身房 然后就开始工作一整天 然后跳一整天 像待会录完我们又跳 结果我今天已经跳了四堂课了 哇靠 那中间洗不洗澡的 洗澡 当然洗澡 没有没有 有人没办法洗了 没时间洗怎么洗 就是骂一下就出来 对就骂一下 就是你也知道 其实我们长时间在流汗的人 其实不会有体味的 我说真的 我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点汗臭味 是我的 不可能 是我的 你知道我认为我们很爱他 我是超级爱他 能够对我影响很大 我是说心里的话 我不来今天来这样 我真的一直很想 但你全部把我放在眼里 我哪不把你放在眼里 可是你把我放在心里 你那个他你有些金句对不对 听说你租 我有很多 不过他是不是有带坏 他上我让他上节目 我说你很会哈拉 人也健康上节目对你这个工作有点好处 对 旁边都还负责拍拍什么拍不给钱的 臭丫头 可不要骂人家你 丫头你骂人家干什么 都是孙女啊 孙女孙女 我这个年纪对不对 老先生65岁 我跟你讲 真的真的很好 人到人存在年纪 你现在会喜欢自己的年纪吗 会 所以年纪人就可以越来越有趣 对 而且到这个年纪之后 你看开了很多事情 所以基本上你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浮躁 你怎么浮 你金句还是一大堆 当然出口成章 这是一定要 因为你也知道 当我们这个年纪年少不养生 老了你就养医生了 对 对不对 听说你有一个 就是我刚刚没讲完 带你上了节目 然后听说你累积了一个什么 什么综艺节目一些金句 有一本本子是不是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应该叫做 在哪里有带出来 叫做葵花宝典 在哪里 也是有带出来 但是在手机里面 那我就平常就会把我想的 听到的 说漏的我写在里面 每一天 他手机打开我看看 不是 还有综艺经典 综艺经典 我干这么久了 还没什么综艺经典 你还有 有有有有 多了待会待会 我找你别急 我是觉得 一边写一边 一边翻一边讲几句 对你要想到这么多东西 你就必须一定要让自己 有这些 好不好 比如说你看 五岁之后的身体 才是人生的本钱 不是你也有多 很多对不对 太多了 我们滑一下 我们就拉拔一下 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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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好 怕了吧 这个这些 有智慧 对 别怕没机会 对 机会在左手 命运在右手 努力在双手 双手 我当初没有 找你来做阿红之声 我也教授 也教授错了 我们有没有 我们做大蒙哥 有 我去了 有 我就小哥模仿 小哥 小哥嘛 我们前两天还在联络 两个膝盖都不好 小哥模仿 你跟模仿张中荣 是一个套路 对 真的 这个有影视的听众朋友看到 光听声音的话 还有拉拔 有多少 听 太多了 人生的舞摔 法苍苍 事忙忙 牙洞 记忆退 底力差 大不如前 什么东西在讲我 不是不是 人生 其实你不是真的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经历过这么多 你没发现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你好像还有一个舞摔 什么东西 快乐不用 何时何地 而是随时随地 健康不是何时何地 而是随时随地 这个你是上节目也用 然后你那个 在做那个 有氧的时候 有氧的时候 你有氧的时候也用 对 也会用 不是你们有氧 教练讲说 你们有氧要做的 有点喘气 可以说话 但是不能够唱歌 这样刚刚好 所以就不是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教练像我这样 这就是要自己训练 我在跳 在讲 在唱的同时 我还要把这些精具 用掉里面 真的 对不对 我要你给我几分钟 我马上会让你扫快肉 它不但不会让你觉得痛 还会让你一变美 又变瘦 是不是 老妖怪 多开心 再来一个 对不对 再一个 好 喇叭 真的很多 我一直拉不停 我跟你讲 日落西山你不赔 东山再起 你是谁 你是谁 只想同甘不共苦 不共荣华富贵 你他爸不配 你还写脏话 不是 我没有 这是我自己 不是 我不会 这是我自己写 我不一定念出来 你这么念出来 干什么都奇怪了 你好好讲话 你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就坚持做最简单的事情 对 你没错 我口 我觉得那个哲学大师泰戈尔之后 你是唯一可以跟他比较 不是 不是 我能够是你 我跟你讲 曾经 我能够给了我这辈子一句话 我受用到今天 里面有没有 没有 我已经背起来 不用 他叫我顺天意做事 逆个性做人 这是他给我的两句话 我不光给你 不是 你给很多人 我给了千万人 哈哈哈哈 但不管好 这千万人当中 你老哥我就会两句 一个是顺的天分做事 逆的个性做人 另外一个是逆的个性做人 顺的天分做事 哈哈哈哈 就两句 获得天涯 你这么多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是 我是王文中 您现在收听节目是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请到的 在我身边的 是也算是我带进圈子的 对 那时候是 完美的有养天王 然后把你带进天 这个圈子 潘若迪 那我刚才讲说 有时候我 我这个暑假的时候 我就读个学位 那有时候我女儿回来 我要陪他玩一玩 有一些时间要找人代班 他说那你就 我说你可以帮我代班 他不行 那我价码太高 你什么东西 你忘了付义的东西 你那还写一大堆 励志的东西 当然我们这是开玩笑讲的 但我这么多年到现在 你觉得我有没有变 说真的 你啊 你说个性吗 对 你觉得我这个人看得一样 你以前就很纠结 你很多事情 潘若迪是很想成功 没有很想成功 而且很努力于成功 然后呢 又想成功 又要低调 低调呢 又觉得不甘寂寞 又一点高调 你自己在调整事情 终于听了两句话 就是我给你的 顺天分做事 你个性做人 你真的有用 有用 所以你这两句话 顺的天分做事 你的个性做人 你有做到多少 我有做到 我几乎做到90%了 顺天分做事 你没问题 对 你个性做人 这个是一个学问 你做到什么 其实很多东西就这样 如果你计较太多 就像是 比如说像那天是这样 三个人里面一百多个人 里面其实有一个到两个 是他对我觉得他不OK 他认为你主要是什么 你在台上 你有什么 你凭什么这样 你看到了 对我眼里面就只有这两个人 对对对 这你要记住 对对对对 其实你要做艺人 其实台下有任何眼光 对你不屑 你就会马上就发觉到 对就是那你是 你可以做艺人 但你要用什么方法 把这个眼光 从不喜欢你变成喜欢呢 对这就是我要去转变 那两个人 你很会接话 你搞到我终于节目上这么多 我不接话 我还就来坐在这 这是学问 不然这样我就发简讯了 这是学问 对你说说看 因为很多人很敏感 其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一种米养白种人 你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 但他也不见得能够接受你 可是你们可以在一个适中的情况之下 他不讨厌你 他可以看看你 这个时候呢 你有没有练到那个张的眼睛睡觉 有有有有 好你继续讲 我不礼貌 那小财哥他才有这种状况 你继续讲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做艺人 或做现在的这种网络世界里面 你真的要把那个对你憎恨人的眼神 变成喜欢你或者不讨厌你 对 是个力量 你继续说 我只是觉得啦 如果你真的要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你 那你能给什么 你能够给他 让他觉得他开心的事情 他就会接受你 你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你怎么改变那两个人 其实我改变很简单 就是我的眼里只有那两个人 我当初就是我只面对那两个人 我可能会到那两个人的同学面前去跳 而且我跳的动作会让他觉得 天哪我怎么跳得这么难看 你都还可以这样站在我面前 你面对你的困难 我面对他 我就直接面对他了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你面对他之后呢 我会逗他 我会特别去逗他 让他的动作可能会跟我不太一样 但我可能说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咱们各玩各的大家开心 我的目的不是让你来唱歌 我的目的是让你来开心的 所以他会觉得说 老师啊你怎么这么好笑 OK那第一步就前进了 他会觉得你很好笑 所以他接受你了 那第二个就是好 来我眼里只有你 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 希望他自己是被care的 被在乎的 所以当这些人当中 这么多人里面去眼里 只有这两个人的时候 哇他会觉得说 老师啊你有把我放在眼里 好他朋友就这样 你帮我当回事 那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所以你不要看表 时间没到 我今天讲他两天两夜 我绝对不放你走的 我告诉你 所以我心里也得救他 我搞定了他 OK这个世界就是我 这舞台就是我的 很好 快乐是最大的磁场 微笑是最强的能量 快乐是最大的磁场 微笑是最强的能量 太棒 怕了吧 你真是轻出欲来 你真是轻出欲来 唯唯唯唯唯唯咫悉 快别这么说 所以那些 我跟你讲 不管那些哥哥也好 爸爸也好 那些大婶也好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 尤其是那些阿姨 那些阿姨跳起来 怎么跳 再怎么跳 他都不会流汗 奇怪了吧 为什么 因為阿姨不想留下遺憾 所以她就不流汗了 這節目不是只有你上 我也有上 不是我上 你真是可以把各種空氣冷熱變來變去 這就是在課堂當中你要抓住大家 所有人都在問我 老師老師 我每天吃那麼多 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吃 可是我不吃不行 我沒有體力 老師我沒有時間跟你運動 有沒有什麼燃燒脂肪最快的方法 有沒有 真的有 火化 那多快 你這樣子的才華 你不幫我代班 你自走泡 所以我才走 這一段八分鐘 你已經一半都過去了 根本主持人太厲害了 好 那我問你 你回家之後 你面對你老婆Kiki 那就沒什麼話了 這個就是你也知道 這個話不是現在大家都話少了 到這個時候大家都話 再也沒有十二年了 這種咖回去一定就是這個話變少了 還有我看你上過一個節目 一個節目大談那個夫妻的性生活 什麼就好像你們兩個結婚十週年了 然後他現在好像他沒什麼興趣 那你還是活力很充沛 這很麻煩 那你這跟我們年紀差不多 老講這些幹什麼 你講這些幹什麼 不是 不是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不講這邊 好像就你精力很旺盛 我們都白癡 所以我說你OK啊 我說韋中哥絕對是OK 但現在我的正常 一個禮拜還放兩次 人家這些都是 你像這種老夫少妻 都少妻比較好 現在這邊老夫比較好 你不知道我們這些 對不對 這些有點老夫少妻 狀況的不是很尷尬嗎 不知道怎麼辦呢 也不會尷尬 然後還什麼一大堂性生活 我看那番說 趕快就把電視給關了 就把我老婆經過的時候 學到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還還還擺一個什麼東西 代表性暗示 就是這樣就兩個共同需要 哎對對對 我們有那個那個貓頭鷹 哎如果是兩個面對面的 今天晚上就哎 那如果 就反過來那就吵了 我那就是貓頭鷹 我那時候把旁邊所有商店 有貓頭鷹的店 全都讓他們進去 這樣關門 不不會 那家你們兩個貓頭也不見了 就把兩個貓頭反過來 對 都反過來 大坦新生活 你太厲害了 也沒有大坦 你這樣子會被我們60歲以上的男人貶 我告訴你 好那不說了吧 我用寫的好了 我發訊息給大家看 不過你厲害 你厲害 一直把自己保持這麼精神 對不對 各方面 哎這個好累啊 不是 對啊 你還沒有討厭這行 對不對 沒有沒有 還很快樂 我我我 對對對 我非常 幾十年來 非常熱情 一天做四次 四十年 三十七年 還是意識保養 四十年 真是哎 而且一城不變了 一城不變 我真一城不變 我當時要去公園 你會去公園嗎 不是 不是 我當然會去公園 公園都不去 我每天哎 你隔幾天就看我公園 哈哈 我就說一句 現在不用 現在都用電弄了 不是你真厲害 我你真的你看啊 你比較 你最近看 修維斯斯特隆 哎 哦 那掉下 他演的那 他演的那 他演的 Rocky巴的還是多少 我的天 那個臉 他其實也沒比我們大多少 他有 他有七十歲吧 七十多了 但是 對啊 但是他 可是他那個肌肉 跟感覺鏈的 你就一看 就是 就是 plastic 就像塑膠一樣 你完全 完全自然 而且你那個臉 還那麼瘦小 皮膚那麼 I love you so much 我讓我教你最新的 I love you 你要記一下 你在這 任何手勢 五個手勢 亂動手勢就揍你 我告訴你 你不要 不是 不是 我 絕對 I love you 好沒有 所以以前不是現在嗎 那這樣嗎 那個過了 那過了 哎 好吧 觀眾朋友 沒有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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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 對你 你 這老了 人要點自重 人不自重 方後 人必須自重 方後人重置 分辨 你不能老 你六十幾歲 你幾歲 我六十幾歲 好難看 你們不覺得 你們跟小康講的一樣 奇怪 小康 小康 小康一掛的 小康一掛的 你都幾歲還高這樣 我跟你說 如果我不是要弄幾歲 小康病還小五歲 小多了 小五六歲 七歲 OK 沈玉琳都小五歲 還七歲了 你也都很小 沈玉琳也小幾歲 七歲 小幾歲 五十 沈玉琳看起來 可以做你叔叔看起來 所以我就跟你說 你看年輕 就是 所以年輕你要多了解 時下 時世代年輕什麼東西 好 好吧 再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進廣告吧 我是沈玉琳 你現在收聽的是 我說到哪裡了 今天我們要歡迎潘若迪 亞洲這個有氧天王 訪問你最大的目的是說 真的六十歲了 我很敬佩你 然後身心各方面都維持得非常好 這面話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而電視上也常看到 而且說話的語速 那個幼稚的程度 那個幼稚的程度 跟小說一樣 不過你非常愛自己 你是真的很愛自己呢 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你一開始也不那麼愛自己 自信心也不見得完全夠 可是慢慢的一直從事越衝越好 是不是這樣子 人是累積的嘛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經驗 當你覺得你成就到某一個單位 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有一點信心 我真的做到 所以你就開始越來越 當然愛自己是一個好事情 如果你不愛自己 你怎麼去愛別人 你只能愛自己才能去愛別人 你找到自己的路了 找到那個方向 小時候在台東長大嘛 然後爸爸也是軍人 環境也不是見得多好 然後又讀軍校 然後等等出來之後 還好你拉到那個時代 你也是碰到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開始勇洋舞蹈啊 各方面啊 健身的開始慢慢起飛了 對不對 你剛好碰到那個時代 我那個時間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目前還沒有 男生沒有人在做那個 那是真方達時代嘛 你比真方達晚啦 晚我比他晚 晚多了 那個時候是真方達 但是還沒有男生 臺灣是還沒有人在做 我是第一個開始這樣做的嘛 所以你才有那個 白日先生進 黃河入海流 不是那個根本不通話 那不一樣 那不是愛 那第一根俗是有點差距的 那什麼老師來了 那個那個叫什麼什麼 戴老師 戴老師 白日先生進 對對對 你們不是一掛 不不不 你是有養 他是缺養 對對對 我們也蠻棒 他也是一個給別人歡樂 所以 對對對 不過那時候一套是蠻棒的 我覺得很多人 你的學生一跟你多少年 哇到現在二十五三 二十五三十三十年 所以不離不棄到現在都還在班上 所以待會上課那些人都還在班上 從年輕到生小孩到生小孩都結婚了 對對對 他阿公阿嬤了 對對我們現場就有一個 有有有 一個女孩都40歲了 跟你十幾年 十五年 對 各位鏡頭看一下 真的厲害 他們先生也是運動人 所以他們就看見是健康 不過你說有學生因為有憂鬱症 憂鬱症 那後來因為跟你一直練這個有氧 後來變成憂鬱症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憂鬱症 這個我覺得要講一講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這個憂鬱症蠻多的 這要請我們阿滴老師開始一下 好 這個人 好 是的 呵呵呵 這憂鬱症是這樣 憂鬱症是第一個走不出自己心裡面的那個自我 就是你永遠會鑽那個牛角尖 如果你自己在鑽那個牛角尖 那個自我會告訴你 我今天好煩 你為什麼要聽那個聲音去讓自己改變 為什麼他要去改變你這個人很不開心的那種心態 我常常跟學生講雨梯等天放晴 你不如把心放寬 我心裡有陽光我走哪都晴天了 所以我才講說你 你心裡面的那個快樂跟那份陽光 你沒有沮喪過嗎 你沒有滴落過 我看你也心情也滴落過 會 也碰過 你不是生病有在有在時間生病 有 然後什麼胸肌也沒了腹肌也沒了 所有的肌肉也沒了 對氣胸 對那個時候 然後你多長時間 呃 將近 現在已經大概七年了 七八年了 一個這麼 亞洲的有氧天王 得氣胸也不能運動 肌肉開始流失 那就好像蜈蚣啊 得了香港腳一樣 那是大氣 這麼多腳臭死了 對不是臭啊 那每一個 哎呦 哎呦 那個百足之從 對對對 那個 我覺得是你把你身上的保健 盔甲 所以都卸掉 對 那個心情是就是你唯一 也不能說唯一 但最重要的武器 最重要的自信沒有了 吃飯家伙不見了 也有人這樣子啊 我覺得書記前面有 聽著朋友說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可是你 這個段時間你怎麼 怎麼找 所以我掉到最低一點的 也就是當到最低的時候 我讓自己再走回來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比較不太服輸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說為什麼 我不聰明不喝酒的人 你說你有滴落嗎 沒有沮喪嗎 我當然有沮喪啊 沒有憂鬱嗎 有嗎 我跟你說 我剛從醫院出來的時候 醫院告訴我 那個主事大夫跟我說 我跟你說 你這半年之內 你絕對不能做任何的運動 然後你要一年之後才可以再接受運動 你知道我那時候他給我的打擊多大 回到家了 那一天從醫院回到家第一天 晚上在家裡面 浴室裡面我就喜歡腦大哭 就像你講 胸肌腹肌全部沒了 掉了10公斤 剩下54公斤 然後全部都沒有了 那個時候感覺說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 不聰明不喝酒的人 為什麼我會氣胸 不做太多了 too much 有可能是有氧太多 可能或是因為 因為這個算是職業傷害 工作環境的空氣不好 所以就變成我 把所有的不好的空氣吸進去 可是在那個時候 我該如何去面對這些人 哇塞 那個我真的告訴自己 我如果真的這樣自己被打敗了 那我覺得我根本沒有那個資格 站在有氧這一塊的這個市場 而且你還頂著人家是有氧天王的名義 所以從那一天我進回到家 第一天開始 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我每天四點鐘上山 我去走那個山 為了是讓我的心肺恢復 為了是讓我的心肺能夠再打開 醫生有希望你這樣子嗎 他不知道我這樣做 他只告訴我 你每天要做20分鐘的運動 所以你是膩的醫生運動 對 所以順著天衣 已經當無天分之時 膩的醫生做運動 可是我覺得這個運動是OK 因為我沒有跑 我只是走我去走那個山坡 我住來象山我就每天去走 所以我花了整整 象山來了回人就不認識你了 因為你太瘦了 對 我就走走走 沒有我那時候還把臉給包著 我還怕人家看 那時候我家裡不養一個渡賓嗎 養一個非常漂亮的渡賓 你家養什麼狗我真的不知道 就好 他這個狗那天 因為我狗這輩子過得最開心的 所以你一回家的時候 那狗看你吼嚇一跳 因為不知道是你 還對我肺 奇怪 真的 對我肺 那狗也不看人丁那麼奇怪 你看不起我你奇怪 可是他會聞味道 對 你住院一段時間了也聞不出味道 沒有那麼糟糕 好不好 沒有這樣 但我早上就帶了他出去走山 去走走 然後把我的心肺自己調回來 那個時候我不敢讓任何人知道 我很怕記者找我 怎麼會變成這樣 對三個月之後我跟你說我開始上課了 我開始上了第一堂課 讓我恢復了百分之八十 那空氣品質有沒有改 差很多 你去改的 對 我去改的 我發現 你沒有告那個老闆 那時候你是老闆嗎 還是你跟人家合作 我沒有跟人家合作 那個自然的 分多精 負離職 你是在外面 我在外面 在外面開始帶大家 我吸收是外面的空氣 我說你不是要回去做健身嗎 我回去做 在室內 在室內 已經改變這個空氣濾鏡器了嗎 好像有改變 這是一個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 因為有氧如果空氣不好 其實反而是反效果 對 對 所以我就跟公司講 當然公司一定有重新再調整過那個循環 OK OK 對 把室內的空氣都已經打開了 我才開始慢慢恢復正常 但我就是 講回來你的自信 對 我不想讓你們知道看到我最不OK的那一面 那所以我讓我自己走回來 我又恢復到我自己的開始原有的體態 所以關於這個歷程 你有沒有寫什麼金句出來 這個金句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金句是這個我努力的 你們不要怕狗不見 不認識我 對 就怕我不認識狗 是 所以說這個叫做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人若精彩他機會常在 好厲害 我努力了 這不是你的金句 這古人的金句 古人的金句 不怕狗不認識你 要讓狗認識你 就是 最精確 好的 好我們進口 我是萬月中 你現在收聽的是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請到是亞洲有養天王 重點是說我們是老兄弟了 而且重點是說 他這個月就60歲了 看起來像60歲 對 真的很恭喜你 然後呢 60歲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慰心 有沒有什麼願望 有沒有別人送你什麼禮物 我想那個禮物那些東西 都不是真正想要的東西 太好了 參加你的60歲 你說不要帶禮物了 你不要帶不要帶禮物 我跟你說那時候我帶不走 對不對 我將來也帶不走 也是有金句 我也沒有什麼金句 所以你帶不走 呃 我的 嗯 我那個想法就是60歲 把我這些所有的好哥們聚在一起 我真的很開心 都聚在一起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我不知道我下一次在什麼時候跟大家聚 所以我 我要那種感覺 你都是男的 我都男的 我這次就不能 所以沈玉琳他老婆生氣了 你們這些男的要全部都搞在一起一定有事情 你聽到他老婆來嗎 絕對 他老婆來一個也怪我們 我們沒有帶 所有人沒有帶老婆的嘛 對對我們就是全部都是男的 都男 而且是跟著我們這麼多年的一些老哥們 這好朋友們 多少人 大概18個人 18個人 對 幾乎大哥都來了 你不是最近要做什麼健康的 迪卡老師 我有一個健康的東西叫做迪卡 迪卡就是迪卡的意思 已經出了這 已經出了 那那個東西其實 等一下 你不幫我帶幫我 為什麼叫你宣傳你的產品 不是我沒有要宣傳 我沒有要宣傳 不是你是什麼什麼杏鮑菇的 杏鮑菇嘛 你這產品已經出了 出了多少產品 出了大概目前三四樣這個產品 出多久了 6萬多組不容易 什麼了 已經賣出了 賣了6萬多組 那表示這些人是 大家是為了餵健康吃的 杏鮑菇便宜嘛 打開就可以吃了嘛 就這麼簡單 做成麵嘛 對他 我跟你講 我把它弄就木須炒麵一樣 你覺得怎麼樣 木須炒麵 杏鮑菇切成像木須炒麵 炒起來那個顏色樣子 就像木須炒麵 木須炒麵好吃 是因為它有這個鹹香 放醬油蛋跟黃瓜等等 你看 可是醬油會胖啊 蓋個隆地洞 你看看是不是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他吃到了 韭菜朝大蟲 就是這樣 那個就好吃 乖乖隆地洞 韭菜朝大蟲 洋蔥話你也會講 會會會 可以了 一點點都可以了 你老婆 你爸爸什麼叫做 福伯仁 福伯的 對 福伯仁我 你別的沒有繼承什麼 胡伯仁九頭鳥 九頭鳥 會哈啦 所以這個產品也上了 健康了 健康東西 不知道是有跳舞嗎 讓大家吃吃健康 滿好 對 是這樣子 我覺得像那些老哥們 有些你們越活 這一代的藝人開始 男人開始越活得越健康 然後到了年紀也開始注意了 我進行的時候 很多藝人到了大概四五十歲 就開始慌亂 然後 不知道慢慢的 後面很多人的生活過得並不是很好 我覺得大概你們也看了很多經驗 我覺得你呀 小康啊 等等等等啊 婚姻啊 家庭啊 照顧得也很好 你老婆小你很多歲嗎 14歲 對 差不多了 小康小事也少17歲 順子那個差24歲那才多了 許孝順的 對 他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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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也很珍惜了 是啊 也很珍惜家庭 也很愛護孩子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對對 聽說你對小孩子 女兒非常寵 你們兩個差多少歲 你幾歲生他 欸我50 好像50歲是50歲生他 所以我女兒現在8歲 9歲了 9歲了 9歲了4年級 現在4年級 60歲生日 他還8歲麻煩 對啊 對 所以你看我找到我的動力 你不要你 你給我一下 哈哈 我沒辦法 男人訪問主持人 你讓我沒給人家訪問一下 不是 所以我找我 動力 就是孩子 就是孩子 我告訴我自己 我要看到他走紅地毯 你會啦 好不好 而且以你的個性來講 但我要走了 先走出來是你 哈哈哈哈 先走出來是你 我們家老爺 我老爸93歲 現在還是還是很OK的 所以你的體質有點遺傳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點遺傳 但我 我現在希望可以像跟我爸這樣 所以你爸爸現在是台東93 93歲 有氧天王 對對對 哈哈哈 你爸爸 你爸爸有這個孫女之後 個性會不會改一點 改多了 他現在扁你扁的 對不對 對他已經 他對我真的是 哎呦 那不得了了 對 那跟大土匪一樣的 我開玩笑 惡軍 湖南人是中國第一鄉軍 第二軍就是惡軍 再第三軍越軍 他太惡了 他對我從來沒講過好話 他沒有給我任何鼓勵 惡軍是湖北的簡稱叫惡軍 不是對你太惡 不是他真的很惡 不是他真的凶嘛 他就是凶嘛 他是三年前給了我一隻狗 叫我回去養 我養一養 那狗不聽我了 到時候我大小 因為我打電話給我爸 爸你養了狗 以前三年 對現在就最近嘛 這我就打我 我爸你給我那狗 我養了三年 他沒聽我的 我爸說 我養了你三十年 你聽過我的嗎 對呀 你看看 你現在爸九十幾歲 你還可以打電話 跟爸吵架 你很福氣 你還在哈拉什麼 所以我就希望他罵我 我喜歡他罵我 你如果在台北 你爸不接電話 你過來我來罵 你乾爹來罵 你很幸福了 你現在爸爸還健在 我很知足 但你爸爸對你的女兒 哇靠 完全 完全 完全不一樣 不得了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這個 真的 要什麼有什麼 真的 他也 他那天女兒去參加 學校的英文比賽第一名 代表學校參加演講第一名 數學考了第一名 我爸爸說 你你回來 我給你買塊地 他第一名買塊地 我以前數學考兩分 他說 我要是不搶避你 我怎麼對得起國家 沒有 我搶避你 我幫你找塊地 把你給埋了 對 我也幫你找塊地 我爸爸把你埋在那裡 差這麼多 差太多了 我 隔代不一樣 他說 哎呦 我拍家公眾藥主 有100分 你爸現在這麼從女兒 對 從啊 真的從 那你女兒呢 你女兒慢慢的開始 你現在還是送他上學嗎 上學 上學 你到了十幾歲 他就不讓你送上學了 有沒有說 啊 那個就你爸爸 就那個潘若迪 有六塊腹肌的 等等等等 你爸爸很厲害 很厲害 對不對 他現在不會不好意思 十幾歲 他不會讓你送了 真的嗎 是因為他不想要 不是 十幾歲女孩子 開始 他開始啊 荷爾蒙啊 開始青春期了 你在送他的時候 他會覺得 他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現在還是會抱啊 親啊 他還是會給我抱親 所以他問我說 要抱到什麼時候 我說應該會抱到大學吧 會不會 有不可能 但那不是 你現在怎麼辦 阿青 你現在不抱女兒嗎 抱吧 抱女兒嗎 對嘛 你再給我一下 我就扁你了 哈哈哈哈 我說 他慢慢分辨 你要注意 尤其是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你讓我抱他 他以後 他以後就慢慢拒絕你了 他就會覺得 這是很正常 不是他不愛你 方式改變 我騙你幹嘛 但我有跟他說 我說你要抱爸爸多久 他說我會抱他 爸爸一直走為止 他會一直抱我 你走的時候 我相信他會抱你 這個女兒都會做到 你好好聊天嗎 奇怪的 是你講的 打工 你 過不可以 你放心 我真的愛了 我真的太愛他 我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發現 我在我爸爸裡面沒有得到的東西 我都會全部都給女兒 不過你現在還可以生啊 你現在你這樣子 你還那個新能力很強的 是 是 我一過就好了 為什麼一過 年紀 太累了 因為我 他也比較沒有 比較那麼不會那麼去照顧小朋友 沒有那個 但我是一歲二歲兩歲之前都是我帶呀 老爸爸這個在我們圈內很多了 對 都我帶 吃拉薩到現在 歪都剪指甲 還是我洗頭都我 很好啊 我還幫他弄這些東西 對 你放心有一天 他也會幫你堅持 好嘞 會有新的廣告 你這麼討厭 我是萬宇宙 你現在收聽是 我收到哪裡了 我們旁邊的是亞洲有氧天王 潘若迪 那潘若迪跟我講了 在這次訪問裡面 他絕對不會要求 我就上他的有氧課 我沒有這樣講 我剛剛說不定 韋中哥一定要 我跟你講 當初韋中哥會來簽我的原因 他就是在上了我兩堂課 對 把我累了 對把小惠姐帶來了 我那時候是 我那個時候講的話 你沒聽懂 你聽錯了 你說好 那時候我們不是跟你講說 我說白雷迪 你不要進圈子好不好 你聽成 白雷迪 進圈子好不好 你禮貌 你女兒在聽 你還滿嘴 亂講 你不要亂講 不是 他跟我說 你他上完課 我告訴你 你這個不得了 你這個太不得了 你這個就是罰什麼功了 你這個不得了 你像我來找我 你玩下去來找我 你有魅力 你會讓全部的人跟你一起開心 對 那就是 對不對 那就是要讓渲染力給大家 所以他覺得是 你是一塊料 那時候一直問你的空氣 裡面是不是有安非他命 就沒有 所以我說 好從那之後 這種簽了之後 他就一直來過 可是現在還好 我一直在發生 不是 我做運動 要做有趣的 不是 我跟不上去 你也跟不上 而且跟不上去 然後還有 我那班的那些女學生 我覺得 是非常需要上悠陽 哈哈哈 他教 他教我 一進去 我一個大男人 我看你的那一塊 夫妻 我不噁心 你是給付 你說八塊 沒有八塊 男人如果没有进根筋 也不对 女教练教 我进男人 那你来 我叫他跟我一起上 你自己看到那也玩了 都开心 玩运动 一个小时 我们这个65岁还可以跳 当然可以跳 我们83岁奶奶都现场 我们先跳跟韩国女孩跳一样 你们做那么大我就这样 我们没有做这么 谁没有人这样子 我班上那个83岁奶奶到现在 跟了我这么多年到现在 没有一个动作跟我一样 我游戏规则就很简单 你玩你的 所以你那班你要注意 你那班不能让我跟83岁老太太在 有七十几也有 三十四十五十六都在班上 我要他教 你不要这样 干嘛 你可不可以专心一点 什么东西 你要他教你专心一点 我不专心我很专心啊 你讲镜头在那里 你不要老看外面嘛 奇怪了你 我管你我根本不想看你 你不要看我 你看看我 你看我们班很多这样子 很多 你喜欢我都带给你 不是我们这个年纪好玩 那都像孙女辈子 但是会让你很活力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客户这么多人 运动他只有一个特色 说的简单做的难 游戏却有一个规则 轻松简单 轻松玩 你看看我们班玩那个游戏玩得多好 泰戈尔施文席 对不对 蛮棒的 快别这么说 你认识一个好的健身教练 你会健康 你认识一个话多的健康教练 你会变哲学家 他现在又健康又变哲学家 你看多好 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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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其实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男运动是开心的 人家说你问一个人 你什么时候最好 他说我现在就最好 那是最快乐的人 盘若丁先生不是现在最好 我现在最好 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很好 都好开心 都很快乐 对都很开心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60岁有什么愿望 有没有什么愿望 就是多健康就这样子了 这就像我讲的 你看现在这个疫情 让我们搞得大家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健康有多重要 健康他不是健康 当然停 实体课停 线上课报 所以还是做很好 这就是你要改变 我不能永远不变 我如果真的不变 谁知都觉得你被淘汰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健康多重要 现在健康不是第一 健康是唯一 你后半辈子打拼 就健康这两个是没别的了 拼命你可以赚很多钱 拼钱你赚不到命 是不是这样 不过你还是要 对还是要 运动的目的 还是有让人家觉得 欢乐 你一直跳一个小小时 老先生老太太受不了 所以我常讲 你看那个大陆那个广场舞还蛮好玩 广场舞对不对 这样好 有美女 你脚都弯成这样子 你只要有这样动 那就好 其实就好 不管你说任何运动 我们班就是要这样很开心快乐 不没问题了 我觉得你这个家庭照顾的也好 回家之后看看那两个猫头鹰是不是在一起 家里面猫头鹰随时都会在一起 不过最近都背对的比较多 因为大家都累了 好吧 我觉得你现在很好啊 大家都累了 事业做得也不错啊 金居越来越多啊 那孩子 不孩子是这个八岁了 好好的爱他 会 到十九岁跟你有点疏离是很正常的 不要哭 真的 不要哭 对 对 一定会这样 还不到那时候你先别这么讲 我先告诉你 有很多事情 不一定 我们家的 我就是先知 我预测你会好 结果你就好了 真的 对啊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小 小朋友离你很远 你就这样讲我们不行 你这样不应该 好吧 你不能这样吗 不会不会 对不对 他有爱他迟早会回来 他这段时间 我先告诉你 好先告诉你 跟小康一样 我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他要放开一点 对 你不要到时候哭 有了 你们那边做的舞蹈 开心的 我小女儿 对对难过 我女儿很激 我女儿完全没有遗产 我跳舞 他会画画 画得好 那不得了 追你爸爸 我们家老师 我爸 我跟那天听着他画 我把画给我 我老爷看 我老爷哭 他不是用电脑画吗 你女儿 他电脑画手画都画的 那个不是一般人 你不相信 我看我看我看 我不是呼噜你 我画漫画的 你画漫画的 我跟你讲 我们家女儿画出来画 你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那个画的 快点 时间不 你等一下 你年纪大 你只要花点时间 找这些东西 画的画的非常好 还是里面画的 还是他京剧 你看多可怕 他能画三分钟 京剧不断 你看看他画 这不是手绘的 好 这都是手绘的 跟电脑手绘 你看 你看看 放大 眼镜都拿下来了 你看看 他画的还是那种 有点日本派的 对 因为他喜欢鬼灭 他把所有的娃娃 画进去了 有惊奇的豆子 他手绘家电脑 厉害 他真的画了 他有没有画 他有没有画那连续的故事 连续的故事 目前还没有 他就是画一个图 你可以把你的金剧 跟他的漫画放在一起 对 然后你就这个当做 当做什么送给别人 蛮好的 你满堆 满堆可以放你金剧 跟他有漫画放在一起 是不是鬼才 他这种事情他都想出来 我再写给我女的金剧 可能大概我人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 我每次跟我讲 我女的讲这些东西干什么 好 今天我们节目到最后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 还有 都讲你吗 没时间了 我难得来 下次来 我不管 下次我不必来了 我们最后呢 你这个调整一下 我告诉你 最后节目最后一分钟 还不到的时间 讲几句金剧 给我们今天听众朋友 好的 你认为你最有用的金剧 最有趣的金剧 讲几句 OK 这个很简单 其实不要因为看到了健康 你才会想要持续的运动 你应该要持续的运动 才有可能看到健康 需要每一个人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你不要走 你给我回来 你回来 你坐在那里干什么 你给我回来 好了 好了 第一次 我第一次离开 离开主持台 不需要我 谢谢各位提示 谢谢伟中哥 生日快乐 爱你爱你 伟中哥爱你 谢谢伟中哥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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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爱你 爱你